中国的电磁炮技术是如何实现对美国的反超 电磁炮技术被用于民用方面有怎样的意义 在6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出台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报告 在这份7000多亿美元的预算中 涵盖了美军未来的装备规划 但有人惊讶地发现 原本计划于今年就要完成的电磁轨道炮计划 在新的财年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拨款 并且为美军电磁轨道炮计划打造的超高速炮弹 同样没有被提及 而美国媒体提到 美海军已经正式放弃电磁炮研究 改研究超音速导弹 因此关于电磁炮的预算已经全砍了 2005年美国率先开展舰载电磁炮相关研究 到如今16年过去最终却一事无成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却在该领域稳步向前 最近在央视的一档节目中 首次曝光电磁发射试验现场 只见现场一辆车载炮 打出一枚炮弹后 不用火药 没有轰鸣 不见火光 却精准击中目标 据获悉 这款电磁炮是专用于消防 也就是给消防员用的 换句话说 中国的电磁炮已经可以推广民用了 那么军用领域一定是相当成熟 看到这一幕 美军心态也是崩了 那么什么是电磁炮呢 电磁炮使用原理是什么呢 电磁炮它作为一款定向能武器 是一种利用电磁力量推动炮弹 就是通过电能或磁能取代传统火药 将炮弹推出去 并不是利用高压火药来推进炮弹 速度可达3到6马赫 采用这样的发射原理 它既节省推进剂 而且对炮筒的结构强度要求不高 并且还大大的减少了 后期维护炮筒的成本 而且不需要承受像火药大炮那样极高的糖压 甚至还没有什么反作用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也不是一般火炮可以比拟的 并且电磁炮主要是借助于电磁力来推动炮弹 所以不需要发射太多 这可以很大程度的缩减单发炮弹的体型和重量 所以依靠电磁炮进行攻击的舰艇 就可以携带更多容量的弹药 而且又不需要火药 所以这就使得电磁炮炮弹的安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既节省了成本又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所以对于这新的科技领域 世界各国都在研制电磁炮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火炮的发展都已经到了瓶颈 因为它受到火炮中火药的限制 以及火药燃烧膨胀的速度的限制 所以说要想再通过炮弹发展超远成火炮 可谓是难上加难 因此各国现在都想通过电磁轨道炮来代替火炮 以来增加攻击力和减少对火药的依赖 而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较为突出的两国的国家 就是中国和美国 而中国则在电磁炮的研发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称中国自行研发的舰载电磁炮已经进行了实弹射击 测试综合性能相当优秀 并且中国电磁炮的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所研发的电磁炮 而相比于美国多次在这一领域的碰壁 使得美国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冻结电磁炮研发计划 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研发其他成功率更高的武器 对此有专家感叹 中国在电磁炮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将颠覆海战格局 这会使得美国海军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虽然有关中国在电磁炮方面研究取得如何进展的消息比较少 但根据现有的消息就可以证明 中国仍然在继续推进电磁炮的研究计划 并且还成功进行了实弹射击测试 并且根据测试结果证明 电磁炮作为战舰主炮 比火药炮具有更加强大的性能 所以中国也正在推进将电磁炮 持装到主战战舰身上的计划 这个计划一旦取得成功 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电磁炮应用于实战的国家 然而 美国电磁炮的研发却非常不顺利 在中国电磁炮捷报频传的同时 美国电磁炮却常年没能取得进展 甚至连实弹测试都很少进行过 这使得美军甚至也对电磁炮失去了兴趣 并且在前不久公开的2022年度 美国海军的预算案中 与电磁炮有关的项目预算投资都被设为了零 而且美国国防部更是公开表示 将冻结电磁炮项目封存它的一切技术资料 这也表明 美国在实际上承认电磁炮计划彻底失败 不再继续推进研发了 已经放弃对这一块领域的研究 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虽然美国在电磁炮领域的研发 比中国早十多年 并且研制出了多款大口径远程电磁炮 成功进行了实弹测试 证明电磁炮相比普通火炮拥有强大的性能 但是还是中国抓住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机会 中国甚至在技术上比美国还要超前 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甚至还首次将电磁炮搬到战舰上进行实弹测试 这也证明了中国的技术实力综合国力的强大 并且中国能早早地将电磁炮搬到军舰上测试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舰载电力系统 也可以搭载更先进的电磁发射器 使得电磁炮在发射时更能保证能量的稳定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载问题 能够发挥电磁炮的巨大威力 也可以更加地提高使用效率 并且中国发展电磁炮时 还选择了脚踏实地的技术路线 中国电磁炮的口径和体积都远小于美国电磁炮 但却因此拥有了更强大的实用性 可以安装在战舰身上进行进一步的实弹测试 也因此中国电磁炮的发展潜力比美国电磁炮更大 也才能在电磁炮项目上一直坚持下来 不断地坚持研发和创新 并且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 这部中国此次公布的电磁炮发射试验视频 给我们看到了中国还将电磁炮技术 应用于民用方面 并且采用电磁炮技术将用于消防方面 这可以使得电磁炮成为森林消防的利器 可发射灭火弹对伤火实现远程打击 从而能够极大的提升灭火的速度和效率 极大的挽救国家森林资源的损失 对于在消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来说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都知道 一旦发生森林大火 火业那将会很快地蔓延开来 如果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到达铺救现场的话 那么将会给国家森林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且采用普通的消防车和人为铺救的话 那将会耗费大量的损失 如果火势巨大的话 那将还会造成重大的伤亡情况 也会造成不可控制的态势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所以中国基于在消防上可能遇到的巨大阻碍因素 对于将电磁炮应用于民用方面的重大战略 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也能够促进中国继续在电磁炮方面的研究与创新 促进电磁炮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使其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从而可以实现立国立民的用处 那将会最大程度地造福于人类 中国在电磁炮领域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有利于抓住发展机遇 开拓创新 以便能取得最大的突破和最大的用处 使得中国的电磁炮技术 不仅能应用于军事作为舰载武器 也能广泛地应用于民用消防方面 都能够去发挥它最大的用处 也突出了中国在科技技术方面 取得了实际性的进步与发展 这也将会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 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与革新